中华文化 一起學習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早晨 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小嘴巴大世界 我是 Jim Peng 今天小嘴巴大世界請來的嘉賓 有一個熟悉的面控 有兩個人 早前的小嘴巴大世界 也有出現過 他就是來自 書人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兼文聯會的執位 就是彭淑敏教授 歡迎你 大家好 大家早晨 還有坐在我旁邊的這位 你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香港書人大學歷史系的學生 我叫Woody Woody好 好 也見過面 有一位特別年紀小小的 穿得非常觀仔骨骨的 這位小朋友 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文真書院小學的小學六年級學生 我是李文哲 Iris Iris 你好 今天真的齊了 有小嘴巴 因為你阿Woody 第一也1919歲 sales 那滿答案 既然彭素敏博士來到 當然跟オour香港很多歷史的25X � cit 很有關係 一定要等彭淑敏博士帶我們走 這次會帶我們走去哪裡 這次我們會先去九龍城 九龍城 近日可能都很熱門 為什麼呢 有些電視節目劇集好像都進行中 這套劇集也有講九龍城城寨的故事 都有一些吸引力 我相信聽眾也有興趣 了解多一些關於九龍城的故事 還有今天我們會去兩個故事 都是香港法定故事 第一個帶我們走的故事叫做 這是後皇廟 甚至普遍稱之為九龍城後皇廟 不過我這裡也要介紹一下 雖然他說九龍城後皇廟 或今集我們介紹九龍城 但其實如果在古物古籍辦事署的 1444間已經被評級的一個古籍 它是列入在黃大仙區 因為我印象中 上一次彭教授也有跟我們講過一個古籍 就是翻身了 對 那個就是石屋 對 石屋 我就想起石字 之後我也有去到 而這個後皇廟沒有記錯 就是在它旁邊 對 剛剛對面 我當時也在想 只是普通一座廟 我以為沒有特別 原來都是歷史的故事 還有它的歷史 在我們今集中介紹 可能是更加悠久的 因為相傳廟有七百多年的歷史 或者接近八百年 但如果有文字記載 其實它最接近一次復修就是1730年 這個也可以說 有部份的專家學者 都以這個成為建廟的年份 所以如果倒數起來 其實它的年份 歷史感是非常之重的 那我就知道 作為彭素敏博士的學生哥 一定去過 Woodie 你也一定去過 對 其實我也是住附近 因為黃大仙區 其實在那個地方 其實我也有時會走路走過 其實也會看到那裡的建築 其實也很有古建築的感覺 也是後皇廟 也是很有歷史的感覺 俗語有說 入屋就叫人 入廟就拜神 那後皇對於你來說 你進去拜神 你參觀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東西 其實如果進去後皇廟裡面 其實有一個位置 裡面都是一個廟語 但是有一個地方 因為那裡是有石刻的 裡面是刻住了一筆過 寫成的一個我字 可字和我字 大家知道 可是誰可 不是 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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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惡 還有我字 其實這個字 也有很多筆畫在裡面 其實它是用一筆過的形式 就是刻在石刻上面 其實如果不是旁邊有些東西 去說這個是我字 其實我也不太看得清楚 所以這個是比較深刻的地方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如果去到那個地方去看看 還有它也挺隱蔽的 其實阿威迪說的 因為這兩個石刻是在廟後面 而另一個可以說的一筆我 那個我字 其實現在移到一個停的中間 容易見到 但是這個也是防制品 這個也不可以 抹殺了一段很震撼我們香港人的歷史 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 被日軍摧毀了 對 被摧毀了之後 你又知道 Iris 你又知道那個歷史 是怎樣呢 你可不可以說 你告訴我 就是在日軍的統治時期 就摧毀了那個一筆學 摧毀了他的意思 就是說炸爛了他還是怎樣 炸爛了一筆學 現在就復修了 有這個字在這裡 所以今天也看到的 是不是增值 那個是防制品 即不是增值 不過歷史也很長 因為那是1970年代 但是為什麼要有這幾個字在這裡 據我所知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道家的思想 還是不知道是什麼思想 學或者是 學是代表了長壽的 這樣的意思在這裡 這個喉皇廟有沒有說 這個道家的思想 其實廟沒有什麼特別 所屬於這些宗教 其實都是我們民間宗教的信仰 剛才已經說了喉皇廟 入廟拜神 拜哪個神 顧名思義就拜喉皇 不是Monkey那個喉皇 不是 這個喉皇 因為他曾經被封喉 以及封為皇 所以稱為喉皇 你倆知不知道喉皇是誰 我自己其實也有去過那個地方 還有我上網也有做過一些資料搜集 其實所說的喉皇廟裡的喉皇 其實就是南宋時期的國寇楊亮哲 他在生前被封為喉 他死了之後 因為他保護皇帝尤家被封為皇 所以加起來叫喉皇廟 這是其中一個傳說 另外亦有些傳說 其實有陽性的鄉民 曾經抵禦元朝入侵的軍兵 所以為了紀念他們 所以亦建這個廟 但是以這個喉皇廟 以陽亮哲的傳說 較多人所認同 但是在那裡參拜的人 那是一些什麼人居多 照計那個人跟其他的居民 又或者住在附近的人 都應該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因為又沒有宗教 不過這個民間信仰 其實當時很普遍 剛才說過 如果以那個建廟年份 去到1730年 或是較早的時間 其實四周都是一些民居 和喉皇本身 發揮那種穩定社會的作用 是非常大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 其實喉皇廟裏 現在還看到很多古蹟 或者文物 其實是一些橫匾 或者對聯 都是很多清朝官員 當時送陣給他們 要感謝他們 給當時九龍城區的居民 一些安穩的生活 這也是祈求生活安定的 一個很重要的面貌 整個廟 我知道是要走一些樓梯 斜斜地走上去 這是挺特別的 因為是一個廟 建在石階上 我正在想會不會跟本身 有些人會覺得 他階級會比較高 那些祈求又會比較靈 諸如此類 跟風水有關係 又看到劍佔很有幻想力 其實真的很適合讀歷史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資料記載 因為在那個位置 我就知道 他在石壁的石屋家園 對面 對面 對面的隔離 他兩個之間 是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有人聚居開始 他見了廟 以後就在服務 他們宗教和心靈上的需要 另外 我剛才提到 他給予一些社區的安運 為何清朝這麼多官員 都這麼信賴他 亦有另一個傳說 當時有很多海盜 肆虐社會的安寧 其中一個叫做花滿彈 這個海盜為禍很深 清朝官員一直都不能成功逮捕他 之後他們希望可以有一個指引 去拜侯王 之後真的被他們了解到 掌握到他的情報 原來當時花滿彈 去到澳門 逃避清朝的追捕 之後在澳門引渡 回到九龍城 之後才送官去呈治 以後就可以把當時最嚴厲行匪 當時所稱之為一些海盜 可以平定當時居民受害的情況 所以令到居民覺得 他能夠有這個能力 有足部海盜 能夠保他們平安 所以一直在供奉他們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看看Iris 你有看到什麼 中華文化 一起學一下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回到小嘴巴大世界 今天有彭淑敏博士帶我們 從九龍城 先討論的是喉皇廟 接著會帶大家去看看 城寨公園 也會稍後轉到其他地方 剛才說到喉皇廟 我想知道 年紀一點的Iris 你自己進入這個廟 你自己觀察到什麼 你覺得挺有趣的 門口有一個很大的香爐 還有很粗的香 你自己本身知不知道 這些香爐或香 是用來有什麼用的 用來拜祭裡面的佛 拜祭裡面的佛 那些神佛 你進去的時候 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除了看到這個香爐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有一種感覺 就是有沒有一個很大的石像 其實有沒有拜祭的偶像 也有 就是喉皇 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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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會走過來 也有 尤其是廟祝叔叔 你有跟他聊天嗎 是呀 叔叔過來跟你聊天 介紹環境 或者裡面有什麼特別的設備 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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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12部份 邮皇 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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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存的古廟 有沒有說 因為我個人所知 這個廟通常都是紅色的長身為主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彭博士 其實廟都視乎當時的建築元素 反而你今天去到侯王廟 它都不是紅磚牆 都是一些石磚牆 所以當時有什麼建築材料 都會使用到 但你說如果特別的建築材料 就是要看廟屋 岳高頭 看回石磚的陶瓷 廟屋裡面都很特別 因為那些陶瓷都很像人在做大戲 一些戲曲 一些造型 當時最近一次復修 即是這個活化計劃的時候 要復生這些石磚陶瓷 其實都要去到國內找師傅 即是找他專門的師傅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這些也是漸漸隨著時間 會失傳的一些技術和工藝品 你可以說 藝術品 如果我們普通的市民大眾 進入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規矩 是要遵守的呢 其實都沒有 不過現在我們香港人 或者遊客都是 其實去參觀很多古蹟 其實都應該保持安靜 而且入廟始終是一個比較神聖的地方 究竟可否拍攝 或者在哪些地方可以拍攝 其實他們的廟宿都很好 可以安排得很好 你可以詢問他 因為其實廟 你暫時在正門進入的時候 可以看到剛才Iris所說的 一個紅色很大的香爐 正門進入的時候 你會看到喉皇 旁邊其實也有其他的神像或者觀音 都在兩旁 再進去多一些 也有羅漢的一些拜祭的地方 還有他們有攝太歲的地方 經常都說太歲 不知道阿占有沒有聽過 人家說攝太歲這些習俗 我只知道吃飯不可以吃得太歲 攝太歲 因為那一年可能有些人就叫做 某個新潮 某個新潮 對 反太歲 所以就要攝回他 攝太歲就祈求一些平安 反而剛才Iris都說 那次去參觀 可能見到一些比較年長的信眾 其實往時也有很多年輕人去攝太歲 尤其是可能 新年那段時間 對 反太歲這件事好像越來越普遍相信 所以裡面其實也有這些服務 你拜太歲的時候 有些什麼鄉中要準備 其實全部都不需要自己個別準備 在裡面已經好像一個套裝 可以方便信眾他們的需要 一般如果要去的方法 又可以有些什麼方法 Iris應該知道 正好在學校對面 我們應該在哪個地鐵出呢 會最接近 是樂福地鐵站 樂福地鐵站 樂福地鐵站 然後沿著什麼位置走過去 可以沿著聯合道的位置 就是一直走 走到一個燈口位 你就會看到 而在它對面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 第二個行程 地點 就是九龍城寨的寨城寨公園 是的 這個公園又是怎樣呢 彭博士 這個公園也非常特別 因為寨城裡面有兩個文物古蹟 亦都被定為香港法定古蹟 一個就是南門 另一個就是去南門裡面的衙門 對 衙門的遺址 這兩個也是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歷史 這個九龍城對於大家來說 可能一開始想到的就是這個寨城公園 而剛剛提及的有兩個位置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這個南門 和這個衙門 不如這樣 我們稍後回來 就跟大家逐個逐個點去游覽一下 看看它究竟有什麼 值得大家去的一個要素 中華文化 一起學一下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回到小嘴巴 大世界 剛才我們參觀完侯王廟 侯王廟是否還有一點補充 彭博士 其實侯王廟的歷史古蹟的價值 亦因為它是全香港第一間 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直接管轄的廟宇 你們猜一下是何時開始 由何時開始 對 這麼特別的情況 其實香港廟宇也不少 華人廟宇委員會也有系統地 現在在管理和進行很多復修的工作 你猜王廟是何時開始成為第一間 直接管理的 1928年 你背了 我還在想是否回歸之後 這麼早 是最早的 第一間 好 我們去債城公園 債城公園 剛才提及到南門和衙門 我記得以前的作用 好像一個 不知是否是演戲 被人演戲 但現在我又不知道它是怎樣 其實最早都是顧名思義 衙門的作用是甚麼 衙門的作用應該是以前 衙門 威武 以及官員審犯 清朝官府的地方 這也要追溯為何會建立九龍債城 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後 大概1846至47年的時候 清朝的官員 開始知道香港已經被割讓了 尤其是九龍半島部分地方和香港島 因為要控制香港這個地方 不要再繼續被英國殖民地管轄 和欺凌的時候 要求在九龍這個地方建立九龍債城 希望可以在這裏駐兵 所以必然會有一個衙門成立 據我所知 這個地方曾經是尷尬的 因為尷尬的位置 剛好扎正在不同的租界附近 變相那邊管也不是 那邊管也不是 所以曾經有三筆管的名字出來 而當中又有一個衙門在 其實那個衙門的作用不大 沒有人管得到他們 其實我們這樣說 雖然說三筆管 其實現在很多的口述歷史資料 或者再追尋以往 這些曾經居住過的居民 當然他們在九十年代清拆的時候 其實都仍然健在 了解到當時的情況 雖然說很多因為吸食毒品 或者其他搶劫的問題等 其實很多的反應 我們今天所看的 其實亦都情況不太惡劣 所以我們在說三筆管 其實是標榜某一個 他們的黑暗面或者片段 其實如果我們去追溯這段歷史的時候 有很多其實都是很平安安穩的生活 所以其實為什麼會聚居這麼多人 或惡人 其實不是惡人 可能是普通平民百姓 我們都會看到 為什麼他們會有吸引力 進到債城裡面居住 其實那個環境我們都可以知道 除了治安的問題 還有衛生 衛生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Aris好像看過一些歷史片段 你都挺驚嚇的 對於現在幸福的生活來說 你可以介紹一下 你記不記得 債城裡面的生活 衛生有什麼問題 到處都是老鼠 是 嘴唇唇唇 因為村民會隨地倒垃圾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洗手間問題 將一些不太衛生的東西 全部都倒在街上 即將他們的野鄉都到處倒來 因為債城裡面 其實只有兩個公共的洗手間 所以你說要處理這些米田貢 這些日常的廢物 其實都很難去處理 還有他們兩個洗手間裡面 其中一個是巷廁 沒有水的 所以也會造成更加嚴重的衛生情況 剛才說的 在衛門那裡 除了以前審訊 到了後來 他現在成為公園的其中一部份 變成了有什麼作用 現在的作用都是做一些展覽 而且重現當時債城裡面的 一些日常生活的情況 包括他中間也曾經成為一個 一個老人院 當時也有一些 我們說基督教的一些牧師 曾經在裡面服務過 這個人物也很特別 他的名字叫做鄺逸修 鄺逸修牧師 其實是聖工會的牧師 他搬到九龍之後 服務在聖工會的聖三一堂 可能大家都聽過聖三一堂 在九龍城另外一個地方 他們也開始要照顧 希望可以照顧到債城裡面的居民 所以他們也開始在債城裡面服務 今天除了衙門 我們剛才提到的南門 其實也有一個抗日修錫 那天Iris我們去拍照 去參觀的時候也見過 抗日修錫 不是抗日 抗日本 不是那個人名 是聖士的抗 聖士的抗 抗日修錫 那這個人是什麼人 是一個傳教師 是華人牧師 而他為什麼要特意給石 因為他服務了城寨 那他有什麼服務 有做過 知道嗎 這個我不太清楚 剛才提到的廣任演 就是去照顧一些 比較無依和辜負的老人家 所以現在也有一些 他們劃分的地方 去紀念這段重要的歷史 而在路旁 很特別 我們發現了一個 碑石 就是 胡文虎家族 胡文虎 對 曾經出資 是捐助港任院的 去過營運的情況 但這個碑石 是怎樣的 是不是完整無缺 Alice 記不記得 已經分裂開 四五塊 就是放在牢旁 一般的導賞 和一般的遊人 其實都很難發現得到 那他是不是故意 都將那些碎片 放在旁邊 就沒有特別去保護 找一個圍欄去圍住它 沒有的 都沒有的 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其實去看一些 比較標誌的 或是特別的一些 古建築之餘 其實我們都應該有 多一些機會 發掘一些新的面貌 因為據我所知 在這個紮城公園裡面 它中間有一個部分 真的有些位置 是淋了的石堆 那個又是否有 特別的意思 那個是 我們剛才提到 除了衙門 是一個法定古蹟以外 另外一個法定古蹟 就是藍門 藍門其實是一個 比較標誌的門口 所以很多遊人 都是從藍門而入 去參觀這個 債城公園 藍門的遺址 剛才占卿所說 很特別 大家一定會被它吸引到 去觀賞 Wendy 你知不知道 藍門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地方 其實藍門原子 其實有兩塊石堆 在裡面 做一個展示的地方 一個寫著藍門 兩個字 另一個寫著 九龍寨城 是的 是的 但是你們知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是 從之前的歷史 學回來 本來我們叫它做九龍城 有人叫它做九龍城寨 又叫它做寨城 那這三者 是怎樣去分辨它的呢 彭博師 其實最簡單最正統 就是未建成之前 那裡就叫九龍寨 所以建成之後 就叫九龍寨城 這個就是最普遍的 到現在了 到現在了 因為城寨公園的復修和興建 以後有很多人都習慣了叫它做城寨 那聽彭博師你說 這個九龍寨城公園 都有剛剛幾個的景點 我知道還有其他的地方 我們可以遊覽一下 在這個九龍寨城公園 那不如一會回來 我們就一起去看一下 其他的景點是怎樣 中華文化 一起學一下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回到小嘴巴大世界 今天和大家遊覽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的最出名地標 除了宋王台之外 就是九龍寨城公園 剛才說了有衙門 也有南門等等 還有一些石碎 在路的旁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除此之外還可以看什麼呢 彭博師 其實九龍寨城公園 都很大的地方 平時幾個比較特別的文物古蹟 比較吸引一些 其實如果有時間 也可以多遊覽整個寨城公園 因為每一個部份 都有一些很精心的 很細心的佈局 這也是當時遷冊了寨城以後 開始要構思這個公園的時候 一個很大規模的心思 例如我們看到中國人很重視十二生肖 自小的時候 也開始學習中國傳統 有一個叫同樂園的地方 也很精緻地把十二生肖 用白色的石碎黑出來 一個活生生戶外的場面 可以很好學習的一個機會 另外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是在將我們中國的傳統 生活習慣 甚至乎一些玩樂的項目 其實也重現 我相信Iris有一個地方很吸引 我也想問一下Iris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open area 那裏有一個巨型的棋盤 在地上 那個譯元 就是模仿一些文人雅士 在那裏捉象棋 即是有一個很大的象棋棋盤 在地上 那裏有沒有棋棋 那裏沒有棋棋 那裏沒有棋棋 就是我和一群人在那裏遊覽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那裏平時來說 就是一塊空了的地方出來 只是被人假裝棋棋 站上去玩 或者一個空間 現在很流行說 一個空間 所以那個空間 可以讓我們在旁邊 有些石椅都模仿一些棋盤的形式 在上面 如果置身於其中 其實也有一番感受 那些就適合一家大小 有沒有適合Woodie那樣大的人 有人會留意到 我想其實那個地方 我自己留意到 其實有一個小的瀑布 還有走過整個園區裏 其實也有一些小小的河流 是稀水的感覺 給人有一種感覺 就像置身在古代的一個園林 剛剛有說到 又有一些開放地區裏 有一些棋盤 又有一些燈 又有一些河流 又有一些瀑布 小瀑布 瀑布也有 其實也有一種感覺 是很放鬆的 其實也可以拍照 一大大小的過去 其實當中也有很多庭台留閣的地方 也可以聚集一些朋友在這裡聊談 甚至乎如果個人去的時候 其實你想想去到古籍 其實你不只是單單去追錯歷史 如果你自身在庭台留閣 又聽到流水中中的聲音 其實那是一個很悠閒 令到自己有很多反思的空間 我印象當中 在九龍寨城公園裡面 有時候會有人在裡面演奏一些樂器 就是演奏這個笛子 有人會在裡面吹笛 這個叔叔也很有名 是的 他的名字和我一樣 就是一個敏字 敏字 他叫敏叔 敏叔 他很有名 他每天都會在宅城公園裡面出現 如果遇到像Aris一樣的小學生參觀的時候 他都會很主動去介紹裡面的歷史 以及他所了解的情況 因為敏叔也有一個網上的片段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到 他在宅城接觸的時候的一些經驗 即未遷冊之前的經驗 話說有一次他就去找他住在宅城裡面的同學 因為裡面很黑暗 沒有什麼街燈 其實他本身也是宅城的原居民 不是的 他去找同學的時候 有一些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遇到一些導遊 即是吸食毒品的朋友 拉扯住他 當時一位年輕人 對他來說都很震撼 怎樣可以脫身 他就教了我們聽眾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蹲下身 去推開他的手 因為會怎樣呢 捉住他的手 對 會拉低你 唯一捉住你 你就更加難脫身 唯有捉住你的腳的時候 就放開他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吸食毒品 那個體力 其實沒有你那麼大 所以你便可以脫身 這些都是一些很特別的經驗 即是已經在宅城裡面 有一個說書人 是的 或是掌護王 真的 跟你說回他的歷史 是的 因為我真的每一次去走過 又是臨近黃昏的時間 就會聽到一些滴聲 在那裏傳出來 因為之前我也有在那裏 會打一下球 就聽到這些滴聲 但我就不知道 這位的敏宿 原來是代表了那個地方 是的 就是成公園 一些特別的 除了有人在那裏 又有景在那裏之外 我也想知道他們本身有沒有 有一個特定的開放時間 給別人進去 其實也有的 通常他們就 全個星期都開放 唯獨好像應該是星期三 是會 衙門那個地方就不開放 公園都是按住他們的公園開放的時間 一般日後和去到黃昏的時間都會開放 所以其實如果住在附近的居民 旁邊除了單車鏡之外 還有租用一些單車服務之外 其實他們還有一個環跑徑 這個環跑徑差不多 如果正常的時間 不是太忙碌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家人在那裏 做一些跑步和環跑的運動 我想現在的公園裡 都聚集了很多訓練員 是的 所以都可能有少許的障礙 不過不要緊 順便可以捉捉的時候 等著跟他們介紹 知道這塊石頭為什麼 這裡有部體 這裡有企圖 告訴他們 今天謝謝彭博士 還有Iris 和Woody 帶我們一起去遊覽 九龍城區的兩個景點 分別是喉皇廟 和九龍寨城公園 下星期我們會去另一個地方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